国内本土疫情严峻 三日政府宣布通过规模2600亿元纾困4.0预算 不仅冲击最大的内需商业、服务业、八大行业、学生、公司员工、企业 都在补助范围内 Nonews今日新闻绘制图表 纾困4.0补助对象一次了解 劳工可纾困贷款10万元 若去年申请过,可重复申请 中低收入户加码1500元 每月新台币4500元,共3个月 无一定雇主自营工作者,补助一至3万元 有牌付备注 导游领队、国旅领团人员、计程车、游览车司机 每个月补助1万元,3个月共3万元 农云民补助1万元 余会甲类会员投报2.4万以下,每人3万元 因疫情影响,产业受冲击50%以上 员工每人4万元补助,给予一次性盈域补贴 孩童、家庭防疫补贴 国小以下孩童、国中生、特教生 每人补助1万元 行政院长苏珍昌表示 纾困4.0补助去年若有申请过 有存折资料 且今年也合乎资格的民众 4日就会直接拨款入账 没有申请过的民众 7日开始,各部会会提供线上申请书 不用零贵办理 更多详细补助申请内容 可以看影片资讯栏 开更多完整新闻报导 因为既然疫苗是已经 既然全世界已经接近18亿剂的疫苗打过了 表示这是一个很成熟的东西 台湾也不是没有钱可以买 所以应该是 我跟你讲,以及纾困 要花几千亿 去年就花2100亿 现在听说要花多少钱 6300亿 我跟你讲 抽十分之一,抽600亿 买疫苗就把这个事情就解决掉 你小钱买疫苗解决,你不解决 然后再去搞个6000亿 这百丁花咖也便宜多钱 政治还是要有良心 你开6000亿,开6000亿 百丁花咖,你干脆抽十分之一出来 买疫苗,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所以还是一样 你现在一放松,马上疫情就爆发回去了 我也不太赞成了 但是拖久了 台湾的经济也受不了 以其花6000多亿去搞什么纾困 不如挪一笔钱 国际上买得到的疫苗 全世界已经有18亿的 将近18亿的疫苗已经打掉了 台湾要买个500万不是那么困难 台湾也不是没有钱 所以政府还是要想清楚 你知道 做该做的事 不要老是想要做那个奇奇怪怪的事情 我们是用那个 所伴所伴的战术 入境全部观察14天 一直很相当有效力把病毒挡在外面 就这样偶尔几个突破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都消灭掉 不过自从那个 从桃园医院开始 一直到华航到诺富特 坦白讲 这个病毒已经侵入台湾了 所以 特别大就是变种病毒 只要一放松他马上就烧起来了 所以现在 不过我们运气比其他国家好 如果其他国家在 一年前 遇到我们目前的局面 他永远会在这个经济 经济崩溃跟这个疫情爆发两条之间 一直在挣扎 所以一下子封城解封又封城又解封 我们台湾至少撑到现在才遇到这个问题 可是 当时是没有疫苗 我们现在是有疫苗 所以还是这样 我的建议是 维持目前的局面 赶快把疫苗全面打 因为老实讲 夜市餐厅 关两个礼拜可以 我知道 现在大家就已经哀哀叫了 再如果 再撑三个月是极限 但是 老实讲现在一放松 你说允许夜市怎么开始吃饭 一兄一定抱我回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记者就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